今年度啊,112年的全国总队长以及副总队长 包括全国的总干事的联系汇报 那在基隆举办,那我想这是睽违十几年 基隆都没办了,那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在基隆举办 全国业勇消防总队跟重要干部 进行每半年一次的会晤联系汇报 主要是反映基层新生,交流救灾经验 尤其在执勤装备安全的方面 会场上贵宾云集,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内政部长林又昌,基隆市消防局长向永才 以及基隆市的议员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来关心这些全国的消防英雄干部 全国各县市的总队长以及副总队长 包括总干事,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地方 做一销工作的这些问题啊 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啊 然后来跟我们的消防署的一些长官 来做一些回应 然后希望我们消防署这边能够了解 我们地方的一销人员啊 平常啊,邪情的困难度 以及辛苦度在哪里 那借由这支汇报的话 也可以联邮我们各县市的一销的情姿 大家一起来联邮 然后对一销的工作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互相来更新 市长好 今天非常开心啊 能够迎来我们所有全国 最重要的打火兄弟团队们今天齐聚基隆 国粮真的非常的开心 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曾继岩总队长带领的一销团队 在我们的锦销同仁之外 给予我们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 我们近几年也大幅的感谢中央的支持 更新我们的设备 然后尽量让我们的整个消防 跟我们的政策 能够更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工作 总之大家今天来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这个多吃几口 多喝几杯 那有机会就多来基隆走走看看 也欢迎我们林部长回娘家 来看看我们基隆的消防团队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特别颁奖 慰绕辛苦的单位 包括基隆市消防局 跟一销禁忌的优胜队伍 慰绕一销人员的辛劳付出 所以来自全国各县市的 一销的打火兄弟 大家齐聚一堂 我们日前在南投 有举办了这个竞赛的一个活动 然后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好 所以等一下要进行颁奖 那我们是基隆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 这个我们客人来到基隆 当然我们一定要全力以礼相待 也让所有来自各县市的 一销的伙伴们来体验 了解我们基隆的风情 在各县市消防人力 普遍不足的情况下 易勇消防人员协助救灾工作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值得各界一起来重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